当你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 你已经沉睡了47万年 你所乘坐的升空飞船 在50年前已经偏离了预定轨道 由于距离太过遥远 我们已无法直接操纵你的睡眠舱 向你唤醒 而只能甚至向你发送这段信息 The only thing left to do is to try to send you this message 我们不知道这段信息会同脑会出现在你梦境的那里 We heard this message will end up in your dream 但我们真心希望本位hope你可以听到 We are getting through 快点, please,醒过来 醒过来 醒过来 第一章 地球 爆炸 通过飞船上的电子摄像设备 小宇目睹了地球毁灭的全过程 就在刚刚在地球的核心发生了一次超级爆炸 这次爆炸将地球扎得四分五裂 强大的爆炸能量将月球的速度直接加速到了每秒137公里 根据估算 月球会直接飞出太阳系 变成一个流浪星球 而在原本的地球轨道上 将会出现一道庞大的小行星带 同时整个太阳系也会变成一个星际弹球战场 预计在未来的数百万年内 太阳系的各大行星都会受到来自地球的不间断的弘迹 有无数的观测数据传送到了小宇的大脑中 小宇叹息了一声将飞船的速度加到最大 朝着太阳系外逃逸而去 事实上在灾难发生的前十年 身为人类最杰出的科学家 获得理论物理学 高能物理学 天体物理学 材料学 机械工程学 天文学 化学 计算机等二十多个学科的博士头衔的小宇 就已经察觉到了这些征兆 无奈 小宇的预警却被人类社会无视 并且遭到了同行无情的嘲笑 大家都认为小宇是疯掉了 甚至 有一名科学家激动地对着媒体的镜头大喊 我不知道小宇是凭借哪些证据得出的结论 是昨天晚上做的梦吗 地球会毁灭 简直是个笑话 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 地球会一直平安地存在下去 小宇在苦笑之下 也想通了 就算是人类社会接受了我的预警 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 也没有任何可以阻止毁灭的办法 与其让人类社会生活在绝望之中 不如让他们度过最后一段幸福的时光好了 于是 小宇淡出了科学界 并且在开始的两年之内 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然后 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依靠自己至少超出人类社会 二十年的科学修养 小宇耗费八年的时间 制造出了人类第一艘 真正意义上的星际飞船 并且在地球的同步轨道上 组装完毕 然后 小宇在地面控制中心 依靠自己制造的设备 将自己的灵魂分离出来 通过发送设备将自己的灵魂 发送到了飞船的主控电脑上 并且与之融合 然后毫不犹豫地加速 挣脱了地球的引力 向着外太空 逃逸而去 小宇已经验证过 人类的精神 或者说是灵魂 在特定的条件下 是可以亘古长存的 而且抛弃肉身 将精神和电脑融合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节省下了庞大的维生系统 所占用的质量 以及空间 而且食物和饮水的储备 也可以减少到几乎 忽略不计的地步 这 就是事情的整个过程了 貌似 我是宇宙中最后一名人来了 目前的情况 让小宇有些无语 不 貌似纯粹以精神状态存在的我 也算不上是人来了吧 不过 拥有如此庞大的计算力 以及无限精力和无限寿命的感觉 真好啊 小宇细细地感受着 自己的新身体的每个细节 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小宇的新身体 长有30米 宽20米 高 大约有5米 飞川整体被划分为 包括材料储藏间 材料加工间 科学实验室 设备制造件 主控机房 维修通道的 在内的几个区域 有一台制造机器精巧的机器人 担任了整艘飞船的日常维护工作 茫茫星空 无影星海 一艘小小的飞船 正在急速的前进 速度大概达到了33公里每秒 可是就算如此 要达到距离最近的气态行星木星 也还需要大概200天的时间 没有错 小宇的宇宙航行第一站目的地 就定在了木星 因为木星那里有近乎无限的核燃料 虽然小宇因为种种原因 选择了化学燃料 作为自己的飞船动力 但是在小宇研发出 可控核聚变之后 会毫不犹豫地将动力系统 升级为核动力 在天文望远镜中 地球的方向 已经变化成了一大片光雾 小宇知道 那是地球上的海水 被太阳蒸发所形成的 类似于会尾的东西 这些东西将被慢慢地剥离出来 散落于茫茫无垠的宇宙空间这种 整个过程 可能会持续上百万年 而地球爆裂所形成的无数碎片 在未来的时间中 一部分会冲向太阳 一部分会冲向外太空 另一部分 则会在碰撞中慢慢地融合 最终再次形成一个大星星 当然 这个大星星的质量 会比原先要小上许多 小宇在心中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看着自己的家园就这样飞灰烟灭 想起瞬间死亡的七十亿人类 小宇的心中非常不好受 可惜我没有救他们的能力 不过这场爆炸 来得有点古怪啊 就像是有某种古怪的外力 在支配一般 小宇发动自己庞大的计算能力 做了一些逻辑推算 却丝毫没有得到结果 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 茫茫宇宙 何处是家 小宇的心情有些黯然 不过瞬间 就调整了过来 以我现在的计算力 我一个人的科技发展速度 就能比得上全人类的科技发展速度 甚至这个速度 在得到新材料 制造出新的更强大的计算器之后 还会再次的加快 那么 开始探索宇宙 无穷的奥妙吧 想到这里 小宇的心中 又开始鼓舞了起来 就在这时 远方 地球方向 一个光点 引起了小宇的主意 装备在飞城外部的天文望远镜 立刻就扭转到了合适的角度 对准了那个光点 这个光点很大 现在距离也不是太远 所以小宇很轻易地 就确定了这个星体的质量 是 月球啊 不对 小宇心中忽然闪过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立刻 立刻将太阳系内行星运转轨道参数 质量参数 速度参数 轨道偏心率等参数 输入进了一个公式内 强大的计算力 一下子就将结果 给运算了出来 怎么可能这么巧 怎么可能这么巧 怎么可能 恰巧撞上 引月球现在的速度 应该是直接略过木星 飞往外太空的呀 怎么可能轨道就恰巧重叠了呢 我的天 老天你在玩我吧 这不是要我死吗 小宇目瞪口呆地看着结果 心中破口大骂了起来 老天啊 难道我真的要见证一下太阳系 有史以来最壮观的重击事件吗 小宇无力地吼了起来 计算结果明确无误地告诉他 以月球现在的速度 在大概50天以后 月球会直接正面撞击上 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木星 一般来说 在如此等级的星体之间 一般不大可能发生正面的撞击 最大的可能是 木星将月球捕捉为自己的卫星 然后轨道逐渐缩小 超过洛西极限的距离之后 月球会被撕裂为几块 排着队依次撞击木星 等到撞击发生的时候 可能都过去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可是月球的轨道偏偏就这么巧 恰巧是直接正面的撞击轨道 我的科技水平 设备水平都还处在初级阶段啊 怎么可能躲得过这么壮烈的 宇宙撞击事件啊 小宇惨叫了起来 在七千万年前 导致恐龙灭绝的那颗陨星 直径不过十公里而已 而月球的直径呢 足足有三千四百多公里 木星的直径 足足有十四万公里 当初 苏美克列维九号彗星碎片撞击木星 每块碎片的直径 不过是两公里左右 撞击爆发出的总能量 就超过了四十万一吨TNT炸药 苏美克列维九号彗星碎片的速度 是二十一万千米每小时 而现在月球的速度 是四十多万千米每小时 这样的撞击 会爆发出多少能量 小宇不敢去计算 但是小宇可以肯定 其实 撞击所造成的物质抛射 射线爆发 绝对会横扫整个太阳系 小星星带会被直接吹散 原地球的新小星星带 也会被彻底打乱 预计有相当一部分质量 会装击下太阳 如果碎片过大的话 还会直接将太阳的对流层撞破 造成大量的太阳物质抛散 提前让太阳进入衰老的阶段 也就是说 这一下撞击 有可能将整个太阳系毁灭掉 就算是毁灭不掉 整个太阳系 也会变成地狱一般的存在 小宇现在 越来越怀疑这次地球的毁灭 是某些能量按重计算的结果 否则 事情不会这么巧合 我的 先想办法夺过撞击最猛烈的阶段吧 如果直接被撞击造成的射线爆发覆盖掉 就凭我现在的材料科技 整艘飞船绝对会瞬间融化掉 相隔几亿公里都不管用 小宇安安心惊的同时 庞大的计算力 也开始全力地运转了起来 这台由小宇亲自设计制造 科技水平至少超越人类20年的中央电脑 其运算能力 几乎与地球之上最快的 天鹤二号超级计算机相当 而能耗 却是天鹤二号的几万分之一 一瞬间 无数轨道参数 速度参数等 参与进了运算 无数指示灯 可是急速地闪烁 足足半个小时 小宇才回过了神来 只要这样办了呀 估计有50%的几率 能平安度过最猛烈的撞击初期时间 只是 我的能量储备也不高了呀 小宇的心中 暗暗教苦 改变轨道 朝着火星出发 预计20天后到达火星的轨道 然后维持位置躲在火星的背面 用火星来做盾牌 应该可以度过这一节 然后木星 是不能去了 那就去土星吧 土威六应该还不错 上面储备着大量的甲烷 可以拿来做燃料 这是氧化剂还是个头疼的事 没有氧化剂 甲烷也不能燃烧啊 不管了 走一步 看一步吧 老子现在都要死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